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像F和弦这种大横按如何按才能更省劲 首先我们左手摆好一个F和弦的指形 然后把横按的这个食指给它稍作弯曲 把力量集中在指尖还有手指根部的一二弦上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把这个食指给它伸得笔直笔直的 咱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去按 看一下和弦图 一品上总共有三个点位 分别是六弦二弦还有一弦 咱们的食指横按上去之后 实际上只对这三个点位做工 中间的三四五弦靠的是这三个点位去按的琴弦 当我们把横按的手指伸得笔直笔直的时候 力量反而会集中在中间的三四五弦 一二弦还有六弦容易按不实 所以横按的手指稍作弯曲 把力量用在刀刃上 这样你再按大横按就省劲了 再有就是横按手指的触弦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千万不要使用指腹的这一侧去压琴弦 这个位置肉多按不实 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两个关节是朝这个方向弯曲的 如果琴弦刚好赶在了这两个位置 那么琴弦是怎么压都压不实的 我们正确的触弦点是食指的侧面 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 这个位置骨头多肉少 轻轻一压就可以按实 具体怎么去做呢 咱们来看一下 按好F和弦的指形之后 把横按的手指给它往琴头方向去挤 有一个侧挤的力量 这样就用手指的侧面去接触琴弦了 然后再把手指略作弯曲 力量集中在指尖的六弦 还有手指根部的一二弦上就行了 轻轻一样 声音就非常好听 都是同样的道理 关注我学习吉他更轻松